歡迎繼續收看相關心態訪議 南島新聞 請明哲今後是六種的三季 雖然今年三大公所都出銷每年的大型提供六種多檔 最初最理想公所表示 六種產品足夠以來就是公民可以出進身體健康 並進行提供的好東西 加上農民用心改良 也建制方別民眾的各行各種產品 歡迎民眾來新興村參觀了解 現在來到最理想新興村的雍首長參觀 就都能看到大部分落到頭上相當混亂的六種 而且看起來就是相當優勢 在每年的清兵在前後就是掛六種最好的事件 這是現在遇到疫情的影響 讓農民事件不足感到優心 落雄期在清兵節前後 現在是剛好 剛好是現在又剛好那個武漢肺炎 就是沒有擴大辦理 也是會擔心 之前都如果沒有肺炎的話都銷售還不錯 因為考量我們的遊客會來自全國四面八方 那可能造成人群的群聚 也會加速一個疫情的傳播的風險 所以公所最後決定就是今年的鹿鼎季活動 予以停辦 我們就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這樣 為了方便民眾還要使用 現在用道長做出各種加工農產品已經很多元 都沒有強調 道長足夠以來就是公人可以出進身體健康 並且真強地控制的好東西 歡迎民眾可以前來到新興村的養殖長參觀了解 我們這邊看鹿鼎的其實我們這邊都是山上 人家有的都不知道也會怕 那個馬路也不是很大 我們都是採疫苑的方式 有看到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如果要採檢的話 我們都會通知這樣 我們這邊山區就是翻山葉林 都是狗人比較不會有一些什麼 傳染病什麼都不會空氣也是很好 那雖然我們鹿鼎季的推廣活動停辦 但是這邊還是要呼籲全國廣大的消費者 因為其實吃鹿融能夠增強我們身體的抵抗力 達到一個強身健體的效果 所以還是非常歡迎大家來水裡 來選購我們國產的優質鹿融 為了配合中央風業 自立方公司今年今天來促銷六頂多的推廣活動 但要是要強調 途中對著進行身體抵抗力很有幫助 加上新興村的養殖長都會在山區 萬里苦爬也賤 歡迎民眾親親在來參觀看看 記者節目三場報導